好幾人合力才把海嘯浮標成功放上海面 就是為了讓海嘯預警提早二十分鐘 不過讓氣象局最無奈的是 這浮標已經二度遭到破壞 浮標上綁了保麗龍 廢輪胎 甚至還有鋼纜被平行切斷 儀器也被拔除 無法使用 很明顯就是人為破壞 目前台灣放置的海嘯浮標 一個位於台灣東南方海域 狀況穩定 但位於菲律賓海域 這一個命運相當坎坷 二零一八年布放三個月就消失 二零二一年再放的 也用了七個月就被破壞 目前預計十月底前要重放 除了浮標之外 東部海域也有放海欄觀測系統 前三期已經完工 但第四期台飛之間的海欄卻整整流標五次 也就是說台灣西南海域海嘯監測 恐怕陷入了空窗期 我們還是要把這些地質啦 或者海洋的專家重新思考 而且要考慮到預警的這個功能 可能比較不會被破壞的地點再重新布放 最佳的方案是 我如果能夠知道海嘯浮標現在的這個大小 那我可以及時修正我的海嘯預報 一組浮標要價三千萬還不包含人力等其他成本 專家建議氣象局加強宣導之外 也可以在浮標寫上資訊及標語 甚至是到附近海域調查可能的破壞原因 請尋用慧善猜入藏寶島